包括美國的政府國會以及最重要的這些各個智庫 那我們知道美國有非常多的優秀人才都在智庫 都是過去的政府官員或未來的政府官員 那我們也透過這一次方式彼此交流 對於未來一些潛在的政府的重要人士 透過這一次大家能夠交流一些意見 我想這一次共和黨獲勝的最重要的原因 還是經濟的因素 對任何的一個執政當局來講 它最大的就是民眾的感覺 有沒有荷包有沒有變薄了或者是變少了 那美國的通貨膨脹的確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那就像台灣如果年輕人都買不起房子 大家都覺得賺不到錢 就會形成執政黨最大的壓力 沒禁止 容易往來的 還會不會想做消息 我們在旁邊好像搶了 還會不會想到 通貨膨脹的確有看法